請那個曾主委 彭委員您早 早 這個你看每一個層樓記者都非常多 你這邊沒有半個 表示你這個不是很熱門的 壓力小很多 報委員不是這樣講 因為我們都是服務的工作 事實上你們是蠻重要的 大家沒有發現 我想最近你看那大火的事情看得出來 尤其你這些農民很多都是年紀比較大 然後沒有行動能力 那你這個護理之家安養之家 那個安全性 你們有沒有平常在哪裡注意呢 包括甚至關懷據點 委員這個提示 我們已經在這次他們發生這些事件以後 我們也要求我們自己全面檢視 我是希望你發給我給全部注意一下 全面檢視 尤其我看有的私人的安養院 在地下室 在地下室那麼多麼危險 淹水還淹到了 這個太危險了 所以我說這個 因為做這種 它是屬於弱勢團體 弱勢的行動不變 或是集中站等等 那這種的話 你如果是沒有安全性措施 是蠻危險的 你看台中那個真的是人膜不髒 只有一個門 然後一個三十幾坪擠了一兩百人 所以因為也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因為我們現在有三個私自的房舍 正在整件修建當中 我是希望這安全性 消防也好建築管也好安節也好都要特別加強 是的 是的 絕對不能有發生任何的這個過失了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現在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竹東醫院 我剛才講的不是講過 施急醫師跟住院醫師 這個比率一直不足率 是的 那現在情況怎麼樣 包括我們就是因為有這些問題產生 所以我們現在請榮總出面 那如果榮總102年要變成合併 變成他的分院 那麼那個住院醫師跟施急醫師的問題 就可以由榮總直接去治療 現在的站床率還可以嗎 目前站床率還可以 因為如果按照衛生署那種要求的話 那我們就很麻煩 就是住院醫師跟施急醫師確實有困難 是 因為竹東那邊確實比較偏遠地區 比較屬於鄉下地區 城鄉差距比較大的一些 那就是希望退府會更要給他幫忙一下 因為台北這邊有很多大醫院 各種大醫院都在這裡 那鄉下光設醫院沒有醫師沒有用 沒有設備 我才是質詢很多次了 對對沒錯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你對竹東榮民醫院 這多多給他那個支援 各位啊 竹東醫院比其他還有幾些醫院又好很多 我們真的有這些 他是有歷史啦 他有歷史 對為了這些城鄉差距的醫療 我們輔導會這些醫院啊 容院啊 背負了很大的一些責任 因為現在你都要求他致富盈虧 還有這個致富安養之家啊 竹東醫院好像也有嘛 也有有 這個經營上要注意了 是的 絕對不能產生糾紛了 好我發現到像你們啊 安置基金投資的很多的公司啊 有的有點像幽靈公司耶 像徐社行好 有嗎 沒有啊 被感覺了 你好比說像這個 譬如說歐心啊 歐心公司現在有沒有一頁 歐心是一個新的公司 正在籌組 對啊 那他有沒有包什麼工程 或是什麼做什麼工程之類的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還沒有 現在還沒有 他是要去做一個 那個廢棄物處理處理中心 沒有要整理 他現在只是 他在環環公司啊 對 他是一個新成立 正在準備作業的一個公司 那什麼時候成立的 2007 還是什麼 3年前成立的 2006 2007 2006啦 90 2006啦 7月成立的嘛 4年前 對啊 你要4年前成立 到底還在那邊籌組耶 乾脆撤掉算了 包圍啊 4年還在籌組 現在啊 各地方都找不到這種廢棄物處理的這些 不是 我跟你講啊 你某賽事我們把你解 就你們就做一個嘛 我像榮旗 榮旗工廠 那個所有權屬於誰的 會裡面的 蛤 會裡面的 退府會的所有權人 退府會嘛 對 那麼 那如果是你照你這個計畫 你要 要 如果做完工的話 要給誰來做呢 譬如這樣 現在他是 誰來發包 譬如這樣 發包是我們發包 退府會發包 對 還是採購法方式來發包 是榮公公司發包還是 榮民公司發包還是退府會 榮民公司發包 不是我輔導會發包 對呀 那你榮民公司在清算中的還發包 不 包圍啊 這個是一個政策執行到一半的事情 你不能在那裡 我跟你講啊 所以我為什麼凍結你的模式有道理 第一個 你的雜項資料建造根本可能有問題了 雜項還沒有申請到 有困有困難嘛 其他的大概都申請到 就是說像這種公司這種經營啊 簡直形同啊 四年了 還沒營運 包圍 然後大家理薪水 董事長一月多少錢 十三萬五 對十三萬五啊 加在聯準獎金那不是 沒有聯準 他們沒有聯準 他們不給聯準獎金 那歐心公司現在贏來虧吧 還沒有營運 他還沒有營運就沒有收入嘛 沒有收入 那現在是花了多少錢嘛 大概有幾千萬了吧 對那就是虧了嘛 這不 包包 你任何成立一個 收錢跟成本來算 你收支耶 你收跟支耶 你沒有收有支 我覺得你如果這樣講的話 你就是虧吧 如果他 如果他 開始營運的話 他一年他就把它全賺回來了 我告訴你們啦 你們在經營這公司說不行就把它撤掉 這個 這個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啦 你看像農期工廠我們這個我們我想 我認為這污染問題沒辦法 我們也不會給你准許啦 你在那邊 吹牛說什麼一百年完工可以加以獲得淨利益元 什麼叫你怎麼獲利淨益元呢 這個 有問題啦 我們現在全台灣對這些廢棄物處理現在非常的麻煩 我們本來也 但是這個政策上 我們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們投資大只有天章瓦斯器那一部分 是 因為 獨佔性企業 你們 盈利很多啦 2月1號以後就不是獨佔了 唉 還有哈 還不像這個融電公司啊 先贏來虧啊 融電公司啊 是 你們投資你們大股東嗎 有三家 整個是三不之一 我們並不是完全大股東吧 對 對 有台電 我們有三家公司 三個投資事業單位 台電也是 一個台電 中華電信 一個中華電信 那叫做民營的喔 是民營喔 都是民營喔 融電也是民營的 好 那這個融電公司啊 你們是大股東啊 最近啊 有人到監察院陳情也有跟我們反映啊 有些公司他們施工啊 你工程款都沒給人家 找出很大的糾紛呢 怎麼會這樣子呢 不會這個樣子吧 還是說你們打官司 你們認為不是這樣 因為中華電信有問題 他們我們不能聽他片面之子 問題是融電公司現在財力怎麼樣 他財力目前是在承包幾個工程當中啦 是在 當然是在一個 贏還虧啦 在今年的 就是99年的整個那個 財集快報那個 快報的資料當中 是 財報資料中間是 是有一點盈餘的 一千兩百萬 那總計起來呢 一千兩百萬 一千兩百萬 總計起來贏還虧 贏 那你們啊 我跟你講啊 你們啊 如果是有這個 融電公司經營啊 如果是有什麼契約的問題啊 我需要你馬上處理 是 該給就給 不該給就 訴諸法律 不要被人家人民到處成群耶 我們是不太喜歡看他這樣 那搞的 融電公司到時候啊 你說一千兩百 老實講我認為是虧啦 包委員 這些民營公司 我跟委員報告 這些民營公司啊 我們真的 我們只是說 都是舉例的 希望他去走啦 我舉例說你們 退役將也都不是專業人才啦 你們在那邊掛董事宅 在那邊弄 在那邊弄啊 包委員如果說 您講我們這些退役將也不是專業 那他為什麼我們的 整個投資事業的盈利目標 他還是達的那麼高 唉 因為他有他的管理經驗 沒有再信企業讓你賺錢啊 那像這個 真正要 真正要 工程各方面的話 你們又不懂耶 所以經營上也有問題 大家領薪水 所以我說 我更提醒啊 到這年底我們還是要去追究 還是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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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講大話沒有用嘛 對對對 那年底我們還是總檢視 對 我看看融電經營怎麼樣 我看看歐 什麼歐星經營怎麼樣 還有其他很多啊 我看看 歐星我只能跟你講 他沒有開始去營業啊 他絕對是一直這樣下去 那就 因為新單位成立一定是如此 我認為 我認為說真的不行的話 啊 撤掉 撤掉了 沒有什麼作用的話 不要浪費國家的公帑 大家在 那個也是一個民營的 不是我們 輔導會做的 不要在那 那也是一個民營單位了 你們 你們就清算中的法人 在做事情 怎麼可以呢 可是他是在 在他做民營化之前 他就已經非案了嘛 說法論法嘛 你這個 這個 我們有跟行政院報 我們都有講這些事情 蘇米公司 請你債務 我開始提出來那個 利息較高 較低的 那個還債的計畫 對對對 希望你們做一個合理的還債 是的 不要浪費工帑 沒有錯沒有錯 國家的錢不是這樣亂花的 應該的 我們就 舉這幾個例子 因為時間關係啊 這個 主席管制很嚴啊 不能超過時間 我謝謝彭委員 對我們的指導了